这是我们的耳朵 耳道 外耳道 然后进入中耳这个地方来 然后这里有鼻咽管 鼻咽管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咽喉 跟我们的中耳这个地方有交通 这样的话它的压力会平衡 那不至于造成积水的一个问题 这是中耳 中耳在经过内耳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中耳的一个大小大概多大 中耳的一个大小只有豌豆 一颗豌豆的大小 你可以想到我们这个听觉 实在是非常灵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也因为它很小 然后这又有耳眼管在这相对的位置 所以它也容易产生出发炎的一个情形 它发炎的时候中耳炎好发于什么 学龄前的小朋友 那学龄前的小朋友 他出现的一个症状是什么 耳朵会痛 发烧 躁动 意思就是不安的一个情形 烦躁不安 意思就是小朋友 他有时候很难跟你表达 怎么样的不舒服 那耳朵它就是在中耳 所以未必是外耳这个地方 有些什么样的 你拉扯一下会痛 它也未必 但是很明显的它焦躁不安 这个会很明显 那耳痛当然还是有可能会发生 那你说为什么小朋友比较容易 就是回复到刚刚我讲的 我们的一个结构 在大人跟小孩成长发育的过程中 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小朋友的一个阶段 你们耳烟管跟中耳的一个位置 还有它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它闭合张开的一个功能 没有像大人那么好 所以它比较容易产生中耳的一个发炎 中耳的积水 中耳的发炎 那么中耳的发炎如果又没有好好治疗的话 它后续产生出慢性中耳炎 或者是听力的一个影响 那会自身解决 对它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会影响很大 所以这个都必须要好好的 在一有状况的时候 好好给它治疗 尤其是发烧 不明发烧的时候 小科的医师都会帮忙看一下耳朵 这背后的道理就在 看它中耳有没有发炎